小儿 走开 走走走 走走 来 二亮哥 二亮哥 怎么了 老爷发疯了 跪夜累坏了 就连少爷很常吃了 时间不见人了 最近也没有人来脱镖 那些镖尸也全都散了 我们一直在这耗着 也不是回事 也不发工钱 我家里面 还有七十岁的老母亲呢 大夫 好像这两副药下去 效果不太大呀 这个病啊 不是说几副药 就能调养过来的 那你意思是说 这个周期还会很长 这个不好说 慢慢调养吧 家里能进行伺候着 行 我知道了 那要杀了他 为蛾蝶报仇 他是杀死蛾蝶的仇人吗 是 那先给他喝水 找个叫醒他 问个清楚 总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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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醒醒醒 有有话问你 发发生什么事啊 你认不认识 你认不认识 你这 这赛虎的 赛虎啊 这堂彪是李老爷的 问你问题 你别胡扯 好几个都在呢 要小心哪 你再装 可问你 在乎我 到底是不是你杀了 要小心哪 你再装 可问你 谁放在这儿一杯水啊 姐夫 姐夫 起来喝点粥吧 嗯 嗯 来 好嘞 靠着这儿 哎呀 心非我看起来 不然做了屁股水 来姐夫 喝一点啊 来 很好喝的 啊 对 多吃一点 病好得快一点 来 姐夫 以后 就由我来伺候你了 小云和来福他们 都发足了遣散费回家了 你放心吧 和彪尸的待遇是一样的 哎呀 只是可惜 我这几年攒的钱 一下子都散光了 来 再喝一口 不过还好 雷儿没有走 还有那个菜刀锋和小猴子 死活也不走 总算 还能给你省下一些糖尿钱 老胡的后事 我已经料理好了 就是可惜 他儿子也没亲自来给他上炷香 可是奎儿 奎儿 你在哪儿啊 怎么我才离开没多久 表局就变成这样了 老爷 药剪好了 小猴子 药剪好了 来 快把这个放到那儿 姐夫 药剪好了 喝一点吧 来 姐夫 再喝一点 怎么了 老爷他是不是 别瞎说 你小孩家家懂什么呀 可我师父说 给老姚的药都是治疯病的 你闭嘴 什么疯不疯的 没人说疯 老爷 你再睡会儿吧 小狗崽子 快走 瞎说什么 老爷 那你睡会儿吧 他真的病得神治不清吗 好好的 怎么会搞成这样 不对 我是来报仇的 我得先问清楚我爹的事 是 你 来来来来来来 我问你 在乎我到底是不是你杀的 在乎我 是不是你杀的 杀 我想起来了 我杀了很多人 那些都是要结标的坏人 还有那个黑虎山的 那个贺老大 还有十里宅的 杜当家的 还有那个胡小令的七大恶霸 第一恶霸 张云山 第二恶霸 够 够了 一番你赛虎 胡逵 你别老缠着爹啊 爹明天还有出标呢 等爹回来 再跟你讲故事 这 傻个傻啊 你是不是疯了 我想起来了 没风 站住 你还没把话说清楚 我想起来了 客厅里边有 就是啊 客厅里边有好吃的汤团 我要去吃汤团 你 搞什么 不能吃汤团啊 不能 不能 不 现在说的 不是这事 不能吃汤团 那我回去睡觉 这叫什么事啊 看来 他是真的疯了 我要想好好报仇 还得先把他弄清醒了再说 对 我现在留下 不是为了照顾他帮他 都是为了报仇 报仇 我真的死了吗 现在是魂魄飘在黄泉路上吗 我大概真的死了 你 不要 这 这大概就是孟婆汤 味道 怎么跟普通汤药那么香 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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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儿就是奈何桥吗 奈何桥 那啥门院子 你胡说什么呢你 雷家奶奶 你怎么也在这里 是黑白无常把你接来的 黑白无常 别别别别 童言无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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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这里不是阴间吗 阴什么阴哪 这是俺们家 你真当你要赶着偷胎去啊 胡闹什么呀真是 原来我没有死 怎么会没死呢 什么死不死的 这小小年纪 谁不想多活两年哪 你倒好偏偏赶着去死 行了 别胡闹了 来 把这药喝了 拿着 还好 都是皮外伤 不碍事 擦两天俺做的药很快就好 俺们留小时候经常摔伤 一擦就好 俺说你怎么醉成那样啊 要不是俺去西村取货 看你在山沟里躺着 俺用那小车给你拉回来 你呀早被狼吃了 要说喝酒啊真无事 俺年轻那会儿酒量大 动不动就干他个两三斤 有时候啊 别提了 差点有一次把房子给点着了 给俺们当家气的呀 追着打 来 乌葵少爷 你 不要叫我乌葵 我不是乌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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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呢 挺好个人 你怎么 怎么那么怪呀 真是 奶奶 我回来了 死丫头 你怎么才回来啊 俺等你都等得急死了 咋了 你猜 俺在山沟里见着谁了 谁呀 难不成还是乌葵少爷呀 天哪 你怎么一猜就着啊 就是他 啊 我是胡乱猜测的 真是他 那在哪呢 在屋里呢 奶奶 你说这奇了怪了 他不让俺管他叫五魁 出啥事了 是这样的 他跟格格马上就要成亲了 结果中途出现了一个什么戎贝勒 非他说内力不足三招就倒 结果当场就把他揭穿了 五魁少爷就倒在地上 可是格格不但没有帮他 还立他而去了 他肯定觉得现在自己很没有面子 现在全山海这的人 全部都知道了 苍蝇定在脸上 不痒啊 他也能挺得住 哎呀 出这么大事也更苦了他的 你说这老天爷这是咋的了 挺好的一个人 不就撒个谎吹个牛吗 他功夫不好又咋的了 他又没有害人 至于吗 奶奶 你不懂 他什么谎都能撒 唯独功夫这个谎就是不能撒 因为他是标师 并且是信誉标局的总标头 你能明白吗 管他标头不标头的 做人哪 只要人品好 心地好脑子好 那功夫 屁 你看这孩子挺可怜的 一定挺长时间没吃饭了 俺得做点好吃的给他解解馋 俺得给他蒸锅馒头 正白灭馒头 我回少爷 我回少爷你别哭啊 你一哭 弄得我也想哭了 你这两天去哪儿了 大家都在找你 我回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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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奶 小奶 他跑了 他跑了 你处这儿干吗 赶快注意啊 坏了坏了 这要出事了 天哪要出大事了 这位大叔 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头发凌乱 个子很高 长得很帅的男的 在这边路过呀 见了他往里走了 往里面 里面是坟头山啊 您确定吗 那人他真的进去了 好吧 谢谢大叔 没事 不管了 先进再说 一定要找到总标头 好 各位死人 呸呸呸呸 各位兄弟姐妹们 你们好啊 我是个好人 我 我不是坏人啊 我 我来这里呢 是来找我们总标头的 找完我们马上就走 你们在这儿飘来飘去的 也挺辛苦的吧 大家不用怀疑我 我找完总标头就走 你不出来笑了怎么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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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标头 总标头 你这怎么不说话啊 你回答我呀 你知不知道 郭怡陀佛 老爷都快急死了 快点起来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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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这里都是死人躺的 别别别别 这里都是各位兄弟 躺的地方 你是个大活人 你不能在这儿躺着 你得跟我回家 这干嘛给自己动草呢 别中了 别中了 他一定是不愿意见人 尤其是老爷他们 可是现在怎么办呢 你是不是不想回家呀 这样吧 我带你去个地方 咱不回家 但也不在这儿待着 行吗 就是这儿了 你放心吧 这里呀 没有别人知道 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以前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呢 就会一个人来这里 自己待上一个晚上 这里不会有人笑我 也不会有人骂我 自己待着待着 心情就会舒畅很多 也许你在这儿待着 心里就好了呢 这个湖很美吧 可惜我不会给它起名 不然的话 我一定给它起个 特别美丽 特别好听的名字 你看 怎么样 你也喜欢这个湖吧 嗯 看来呀 没有带错你来这个地方 你干什么呀 上来 我是让你看美景的 不是让你许死的 你能不能 别这么瞎这头人呀 你又上哪儿许死去啊 原来是想找个地方休息啊 吓死我了 IG 总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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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躺在这儿啊 知道了 哎 那合着我今天折腾的一天 全白折腾了 起来起来 起来 总缴头 来 起来 总标头 来来来 起来 你是不是不愿意 我叫你总标头啊 那你就跟我说呀 你不说我咋知道啊 在这儿坐着吧 夏武奎 你有完没完啦 我告诉你 你以为我乐意叫你总标头吗 我还不叫了呢 你不想活了吗 我就让你活过来 我告诉你夏武奎 我一定让你活过来 你不理我是吧 我没那么轻易放过你 我就一直说话一直说话 只要你离我为止 小的时候啊 我特别不喜欢穿衣服 我就光着屁股在前面 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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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奶奶在后面就追 雷儿啊 你别跑了 你这着凉不要紧哪 你以后嫁不出去了 好玩吧 我的妈呀 这又摔死我了 又腥又痛的 队长 你干嘛要搞这么费事 铺这么多柴 还搞个鸡肝挂在这 又摔死我了 有有一个成语叫卧薪肠 唐南你听说过吗 故事是这样 讲的是岳王勾剑 当年是亡了国了 亡了国怎么不甘心呢 在地上铺满了柴火上面挂一苦胆 每天晚上睡觉前 躺着柴火上 舔下的苦胆 为什么 就为了报仇许恨 我今天 我无数度 我也招摇 我是握着心 我尝着 我尝着干 为什么 为了就我也是报仇许恨 我现在又深仇大恨哪 你知道为什么 没王法了 一个卖茶叶蛋的 他都敢笑话我 因为什么呀二子你想过吗 就因为那个雷儿 你说那雷儿 你说那雷儿 让我好够啊 他处处与我作对 我跟他碰上面去 我再回不倒霉啊 我我我卧心肠肝 我我就是为了我报仇 那那队长 您您先来尝尝 这肝怎么样 我尝尝 不用尝了太腥了这个 那那您再试试这柴火 看怎么样 我试试啊 这也太疼了个子 看来这个卧心肠肝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人家说不说得鬼逞一句 你他妈打也真心了 真他妈的自嘲苦吃 你还笑 你笑什么 你笑什么 没 没什么呀 笑话我是不是 没有没有 有的 咱们好开心的哦 心里在笑话我吧 很会笑啊 真好开心的这位这孩子 我叫你 怎么打着您了 您没事吧 不是 你跟混蛋玩人 你打我 我不是有余的阿姨 我真的不是有余的 拿什么打的来着 我没打这个 他就是拿这个打的您 哦 这个东西啊 对啊 对啊 你打 二伯爵 你每次打的都是我 你打他呀 二伯爵 你给我站住 我打 我打 二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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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 喂 这这 什么呀 报告二伯爵 这是鸡干 上好新鲜的土鸡鸡干 可跪着呢 姐 可是后来 我的大利息反而 让人人都烦 好奇怪哦 我这个是不是跟你说过了 人呢 我在跟你说话 你居然跑到这里不听我说话是不是 好 你不说话是吧 你不说话是吧 我让你不说话 我让你不说话 你还不说话是吗 我告诉你 你别以为这样我就能放过你 我要说到 只要你开口说话为止 你还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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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姨 打 狗往死里打 这个抽手玩意儿啊 打死了做靴子 都不解我的气 我疼死了 轻点啊 别打那么恨啊 你还打那么恨啊 哎呀 哎呀 二姨 滑浪 可可可应该打算 再打下去就不用磨心长胆了 连半条命都不剩了 对啊 好 二姨够仗义 楚子 二姨 换你打他 敢不敢求情了 二姨 我实在没有办法了 我得替我二姨的 来 您 您请 来 您放心 对对对 您 您手下留情 您轻点 把脸撞过去 没问题 一定会轻一点点 您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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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屁股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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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好父亲 二姨 您也别闹了啊 我跟您说啊 我给您准备了一个十两重的一大金镯子 现在这金子多贵啊 就这金镯子 最少值一百仙大洋的 赶紧给本夫妻弄点好茶 弄点好药去呀 二姨 赶紧 赶紧 起好茶给我二姨拿来 快 快点呢 好痛啊 快吹 你能快 你吹 拿来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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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姨 哎呦 这个 这是楚子少年的 哎呦 我可真够倒霉的 就剩这么点家当了 我还得假装孝心 楚子 哎呦 哎呦 你看二姨这记性 震祥 对对对 我叫我震祥 我都忘了 二姨跟你说哈 你这卧筋 长什么胆啊 那都屁用 要想出人头地 你就得赶紧把格格取进门来 哎 你这样呢 大家才能瞧得起你 你知道吗 哎 二姨您说的这个 我不是不懂 问题是我现在属于 过街老鼠啊 人人喊打 哎 就这个雷儿 就把我折腾成这样了 你说哎 那格格他能看得上我 哎 哎 格格他看不起你 他总要给你二姨点薄面吧 来 二姨教你 有的女人在这种时候 那就得拼命买东西 吃东西 才能消除她心里面难受劲 格格就是这种女人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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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格 您说您这是何苦呢 奴才知道您是因为肖五魁弄得心里难受 可是 您也没必要这样折腾奴才呀 哎 不是 这样折腾您自己啊 什么时候 人到你这个奴才来教训我了 奴才不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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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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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 哎哎哎 表爷 我们走 哎哎 干嘛这么着急啊 俗话说得好相请不如偶遇 既然我们在这碰到了 那边有个饭馆推得到新菜 不如我做东 请格格你过去尝尝鲜好不好 本格格视你如粪土 有人会和粪土一起吃饭吗 不 哥哥 东西给我 不给啊 给我 刘焱走 东西真的不要了 哥哥 队长 这东西 没关系 不要啊 拜拜 这个 的 啊 好 神奇 里根儿冷 里冷了 里的冷 里冷 里的 里的 冷 里根儿冷 冷 她是不是在装疯娘 奎儿 叫我奎儿 您愣在那干什么 快点练功啊 她在耍什么把戏 你看 一叫你练功 你就动都不肯动 来 刺过来 刺你 我要是这样一枪刺死她 算是为爹报仇了吗 不行不行 我还没问清楚 她到底是不是仇人 难道有这样的机会 再来 再来 我就知道 我不逼你 你就不肯好好练功啊 难道她知道我要刺杀她 故意挑这个时机试探 她一直都在装疯 在糊弄我 快 好 好了 奎儿 你的功夫 真的还是不行啊 要好好练哪 我不跟你玩了 我去吃汤团了 这个丑可不好包啊 刚才我听见有人在厨房说话 谁呀 是雷尔 是他回来了 他让他终于要偷了 巨人 还让他找着了 他还说什么没有 他让我给他做些宫廷点心 宫廷点心 他要这个干什么 你怎么了 没吃福瘦完难受了吧 给我 给我 想吃福瘦完 简单 说说看 我把你带到新义标局 是要做什么 找宝和和玉 说得对极了 如今标局 没有人有闲工夫碍事 正是要找出 宝和和玉的大好时机 一定要敢在雷尔带肖虎回来之前找到 只要有了宝和和玉 那林公公自然会来找我 你姐姐 拿命换来的叶光碧 也会再次落在我的手里 小猴子 就算看在你姐的份上 为了不让她白死 你也要帮我 把宝和和玉找出来 是不是啊 你这个坏蛋 就是你害死了姐姐 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 我不能再受到她控制了 怎么 有骨气了 连福寿完 你能不吃了吗 受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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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武奎 你看啊 我给你带什么吃的来了 你看里面 有鸡蛋卷 下面还有沙鸡马 豌豆黄 尝不尝 想不想吃 你说话 你说话就给你吃 你怎么就是不愿意开口说话呀 你不想吃吗 你不想吃吗 我记得以前格格给你的点心就是这些呀 怎么现在 你不想吃了 你干吗 你过来 怪我 她那么恨格格 我还提这事儿 真笨 真笨 雷儿 你不要再这样费心了 我的心已经死了 再也活不过来了 少爷 来来来 请坐 你看 这是你交给我的咖啡 还有三明治 你一定觉得很奇怪吧 其实啊 像你之前什么成亲啊 被荣贝勒打倒啊 老爷生病啊 那些全部都是一场梦 现在梦醒了 你看 跟之前不是还是一样的吗 那些不好的事情 已经全部没有了 你还是山海镇 最风光的少年英雄 雷儿 别这样救我 这里就是标局 你要是不信的话 我放音乐给你听 这是无趣 他真的信了 这是无趣 天啊 天啊 再放我就死定了 天呀 这比满清十大酷刑还要严重 不要逼我出最后一招狠招 那就是 下 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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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秋冬我一路跟随 才知你 是最珍贵 我在下一秒精彩 你在下一秒等待 故事从不需要